认识很重要 以后的话你如果不会取出这些资料的话 那你要做后续报表就是一个问题 甚至如果你还有时间问题的话 那就是year 那叫什么 hour minisecond 他的道理原理原则都差不多一样 只是说以后面衍生的 所以尽量用理解的 我觉得这东西如果你通的话 后面都差不多 那我刚刚讲就是说 如果你要了解那个时间的话 他就是零开始 零的话就凌晨的12点有没有 刚好就整数了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是today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通用格式的话 就不会有小数点 因为他就是取到凌晨的12点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 因为每三个小时 因为24除以3刚好能够整数 就0.12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0 然后这个12点3点 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到 隔天的凌晨12点就1了 也就多一个就多1 1到24小时之后 那如果你把这个做出来之后 如果你要再把它变成 按右键出的格式的话 你就把它变日期 然后用什么用 用时间 时间里面的话 我们用那个 10分秒 还有AMPM这个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帮我格式化出来 有没有 因为刚好为什么0.125 刚好0.125就刚好3点 每3 3个小时可以整除 因为24 分24去除的话 刚好可以除的近 OK 就0.125 3个小时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如果除不近就是他有分有秒 他会自己帮你去算 所以也就是记录在 那个什么呢 记录在Esser里面 的时间就是长这样子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因为把它格式了 所以格式化之后的话 让你以为看到的是这样子 但是他背后真正的是小数点 日期也是真正是一个整数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设 这个已经过了 2020 如果说我今天2020的那个奥运 假设2020 东京奥运哪一天 不知道 随便 7月16 假设这一天 那请问一下 倒数计时 他还有几天 就是奥运那一天 其实刚讲过 他其实今天是这一天 那如果说你把它按右键 出成格式的话 他其实也会是一个数字 有没有 只是说未来比较多的数字 也就是每一天 就多一嘛 所以很简单 如果你要算的话 就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 这个 减掉 今天打个勾不就出来了 535天 不过特别重要 你不要没事 但是就一定要把它格式化成这样 其实你可以让他恢复没有关系 你就是 可以让他是原来的状态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把它变成那个 这个不用改 不用 我只是因为要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我把它特别改了 实际上你也可以直接这样 这样等于 就是把未来的时间 减掉 现在的就是过去的时间 打个勾他也会是结果 不过有的时候减完之后 他可能是带回来这个日期 你就再把它改为通用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其实 并没有那么复杂 OK 如果你观念清楚之后 以后你要取的日期跟时间 应该就简单多了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切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要计算那个 天 相差几天很简单 但问题如果他相差几个月 倒数计时请问剩几个月 对 这个时候你就想说 那可不可以减 那减完之后 问题来了 每个月的天数不同 有28 29 30 31 那怎么办 你总不能说一律除以30 就知道吗 不对啊 这样好像 好像对 但是又不精确 相差几年 你不能说把它除完 除以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再 除以365天吗 没有啊 润年的话多一天 那怎么办 365还是366 你怎么办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如果你要计算年跟月的话 你可以再用一个函数 非常重要 叫 Dedif 如果计算相差几天 你就直接减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年的话 那你可以 一定要学会这个函数 叫Dedif OK 所以待会我们来看一下Dedif 那这个Dedif的话 基本上呢 他主要就是帮我们算 我刚刚讲的 里面的话要怎么 所以待会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呢 请各位用那个Dedif 或者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用别的 不过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 因为不会用Dedif 好像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可以计算什么 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 这个人活了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OK 你如果要算的非常精确的话 怎么做 如果你没有Dedif 说真的 我也不会算 OK VBA也可以 这是说非常的复杂 Dedif让他变简单 Dedif里面的话 主要他有这6个主要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两个日期 相差几年的话 那你可以插入函数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Dedif很奇怪 插入日期时间里面 你找不到Dedif 那怎么办 特别注意 因为这里面 他eSale主要是要相容于 他的前一个 四算表软体 以前占有率最高 叫Lotus123 以前在DoS环境底下的 但是后来因为 慢慢变eSale了 然后他没有试在 可是很多人还是会用Lotus123 那Lotus123 那Lotus123里面就有Dedif 所以他为了相容 那个Lotus13 所以他把那个函数加进来 但是会有专利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把它加 但是他可以用什么 另外一个方法 相容模式 可以用打的 所以特别注意 他不能插 但是可以用打的 OK 应该有听过Lotus123吧 如果你有听过的话 表示你应该很资深的 因为他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东西了 OK 我发现很多同学 没听过 因为DoS 这样很久以前 没有滑鼠 以前就只有键盘 Lotus123的时候 真的是有键盘 要打指令的 很多东西在DoS一下 你都是透过 打指令才能完成 所以以前的蛮辛苦的 以前会电脑的 你真的了不起的 不要说写程式吧 以前会操作电脑 打字就已经了不起了 那现在的话没有 因为现在有滑鼠嘛 反正大家 不一定要打指令 不会指令没关系 OK 所以 Dedif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第一个 Dedif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指标拼错 前面是Ded 后面加一个Dif Ded加Dif 刮股之后的话 一定要给三个参数 三个 第一个参数是 比如 第一个是前面一点 就是两个日期 哪一个比较前面 就第一个参数 逗点 第二个日期 就跟第二个日期相比较 逗点 第三个参数是比什么 如果你要比相差几年的话 你就打一个Y OK 然后记得前后参数 你看后刮股 这刚刚自己打 最后把他打勾一下 他就会跟我讲说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了 OK 那不过的话 这个相差几年的地方有什么 特殊的点呢 他会比较这两个日期 有没有满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是8月15 到10月12已经满了 如果我把它改为8月的话 Enter 它会变成25 OK 当然另外有一种做法就是说 我可以用Ear减Ear的方法 就是说后面你可以用Ear Ear什么呢 这个日期2016 减掉什么呢 减掉这个Ear E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我刚才用贴的比较快一点 就是 这个日期就是1980 把它打勾 不过你会发现Ear减Ear也是可以 但是他不会管说 那个月跟日有没有满 那如果没有满的话 那变成说 如果我们要算的是他的什么年资之类的 那可能那你就会有问题了 OK 所以Ear减Ear也是可以把它做 那Mence的话 我刚刚讲 所以这个比较精确 这会算 那月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复制下来 好了 这边改一下 改一个M就可以了 打个勾 那两个日期相差 几个月的话 那你可以改这个 把它改成 Y改成M就可以了 相差几个月 313个月 如果说呢 我们这边后面一样 如果要他有没有满的话 如果他 10月12把它改成10月15的话 Enter 你会发现他又多一个月了 而且哦 这背后他会自己帮你去过滤掉 那个28天 29天 30 那些你都不用管 所以Dedip最大的好处就是 帮你处理到这些 很麻烦的问题 不然的话光算什么 哪一天论月不论月的问题 他就头痛 那天的话不用了 天的话其实他也有个就是 就是一样可以用D 可是问题啊 这个D我觉得 最后做出来结 那下面那个 应该 你如果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用刚刚讲那个方法 就是什么 两个相减 所以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天 减掉这一天 打个勾 哎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算天没有特别 占到便宜 OK 那底下的话还有什么呢 还有YM 那什么叫YM 基本上的话就是 他意思Y Y就不管年 M 只管月 也就是说呢 8月15到10月12 相差几个月的意思 Enter 相差一个月 OK 不管年 有没有 只管月部分 那什么意思 因为 如果我要算精确的出生日期 他年已经算完了 剩下来月 告诉我一下 其实就用YM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什么 还有一个MD MD什么意思呢 其实应该叫YMD 意思说 年算完了 剩下来的 月也算完了 还剩下几天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说我要MD的话 你会发现 8月 不用了 就是15号到 12号相差几天 那如果说前面的日期比较大 后面的日期比较小 那就12算是下一个月的日期 也就是15号到下个月的10号 相差27天 那这个YD是说 不管年相差几天 这个我想用到比较少 不过大概也知道一下 那请各位呢 先试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好 这个倒数计时 再来就DATIF 先大概了解一下这些参数 并且试做一下 有没有办法利用DATIF上面的参数 帮我做出 这个人的生日到 他活到今天为止几岁了 还有几个月又几天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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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